老爹 干啥呢 你开车去干嘛了 去小勇那里接亲呢 我都没得去让你去接亲啊 勇姐邀请我去的勇姐 叫你去帮去家里面干活我去就行啊 我都有点羡慕你的哦 没办法了 今天是小勇结婚的日子啊 小芳在这里祝小勇小妻一元天注定 恩爱到百年 祝小勇小妻 新婚岁月手切手 生活天天秘密 现在我们出发去小勇家里面啊 今天是1月3号 也就是小勇今天正式结婚的第一天 昨天晚上勇姐说 叫我弟跟我一起去里面 帮家门啊 去早点 现在是7点钟左右 从县城继续想这边也有一段距离啊 现在 开车了 还好路上不怎么堵 然后过去看一下要帮啥的 刚才我问了一下我弟 这是我弟去接亲啊 没我的份 所以说呢 小芳只能去小勇家里面 放点其他的活啊 暂时就没有办法去 接小勇小妻了 现在我弟开车 然后呢我们先去接泡哥 因为泡哥 家里小芳家没多远啊 接着泡哥的话 我们进去小芳家里面去办干活了 去找一点点 因为昨晚上勇姐说了 大概可能 中午一点多大两钟 小勇跟小七就回到 啊我们这边了 说说要过去早点帮忙 最近很多粉丝 啊都跟小芳评论 他说你打一杯海鲜去 吃酒席怎么回事 是吧 跟小勇又是好兄弟 按照我们这篇学书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 基本你都是打一杯海鲜 也够了啊 但是呢说句实话 小勇是我的好兄弟对 叫我打一杯海鲜我也拿不出手啊 是吧 你看 现在小芳准备了这个 红包 对不对 反正我就给你们透露一下 反正不止一百海鲜啊 我只能这样说 但是具体数额是多少 我们就不方便透露了啊 也不好的 就是粉丝们想知道 小芳到底打了多少钱的话 你们去为小勇 好吧 对不对 兄弟讲 小芳这一百海鲜肯定是拿不出手单 你们放心 现在最后的事情是小勇结婚对 大喜之日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 凑着呢 大家开心一下 啊真的是 我们也很期待这天 小芳结婚了 对不对 以前小芳为了找女朋友啊 跑到山里面去 确实 也不容易啊 不过这些都是已经过去世了 咱们不提了对 最重要是 能够 想能够把小芹娶回来啊 人家炮哥 炮哥到哪里了 我们在等下炮哥 要是关门的 可能 已经到小那里了 我们先过去吧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是没有炭呢 现在差不多是我们家里面已经出太阳了 今天天气非常好哦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下雨的 我还以为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 没想到天气那么好 这些果都铺上了薄膜 因为 就怕打霜 打霜这个果就会容易坏 今天可以去看新郎新娘哦 啊确实是啊 因为 小芳当新郎 最近的话应该是特别特别帅的啊 说实话我呢没有看过他 穿的比较正式那种 呃 不管是看新郎新娘啊 还可以看 看齐的了啊 浩哥你那么早你就到了 一时一大早一点 我刚刚去你家门口没看到你了 那今天起来都早啊 吃了早饭没有 还没睡哈 还没用 还没吃早饭 来 大家一起吃吧